皇后发病 为什么要太子妃带着东宫的众人进去服侍呢 别说宫里那么多的宫人 就是皇帝那些妃嫔 谁不能服侍皇后啊 这是个阴谋 太子想 皇后跟得较劲呢 这样太子心生反感和叛逆 他是个一冲动之人 像他这样的人只能顺着他 不能太过于强迫的 而他的妻妾是他的家人 他维护得紧 皇后出了他的逆离 太子的毛子染了怒液 已经很晚了 现在冲到昆宁宫去 就落了下城 一冲动的人性格都急躁 太子也不例外 他现在就急得睡不着 他越想越生气 皇后不仅仅诬赖他推丧皇后 还要扣留他的妻妾 这是威胁 太子就是怎么也想不明白 皇后为什么突然和他翻脸 从前 皇后虽然某些方面比较冷漠 但是愿意和太子平和相处的心愿 还是有的 太子也看得出来 怎么如今这样反常呢 太子陡然想到了彭雷义昨天的话 难道是和皇后的发病有关吗 生病让人性情大变 也是有的 他到底是什么病呢 原本还想让太子妃去打探打探消息 看看皇后是不是和太后暗地里做了交易 结果把太子的机械都陪在里头 太子倒不担心太子妃 太子妃深得人心 她在内宫不会出事 太子很担心陈良帝 陈良帝怀了身孕 太子早就知道了 只因她一向宠爱陈良帝 所以她最近对陈良帝特别拟爱 太子妃也没有发现 陈良帝说 太子妃知道了她怀孕 未必高兴 陈良帝如果生了嫡长子 太子妃更决危险 就更加不容她了 太子一再保证 太子妃不是那么小气之人 但是 陈良帝不依不饶 不想告诉太子妃 她说 前三个月 太儿最事不稳 若是太子妃有意刁难臣妾 这胎 说不定就保不住了 不如等过了三个月 再告诉太子妃 便说 这是民间的说法 前三个月不亦炫扬 否则不稳 太子挨不过陈良帝的撒娇 就答应了 前天 陈良帝已经把这件事 告诉了太子妃 也是事先和太子商量过的 而前天晚上和昨天晚上 太子都歇在太子妃这里 太子妃居然 遮字未提 前天晚上 太子以为太子妃想明日再说 昨晚又是皇后的事 太子无暇分身 如今再一想 不由得后备饭凉 难道太子妃真的起了什么歪心吗 皇后扣留太子的妻切 到底只是皇后本意 还是太子妃从中作梗呢 太子就怀疑起太子妃了 在前天之前 太子妃真的不知道陈良帝的事情吗 皇后 太子妃 陈良帝 这些面容在太子脑海中逐一划过 他不敢肯定什么 也不会贸然去否认什么 朝是劳碌 太子越发觉得 朝中老臣对他心存不满 有些人直言不讳 在早朝时候表露出来 上个月 太子又罢免了两个刑部的六瓶主事 换上了园玉叶的亲信 谁让太子不快 太子就要罢处谁 让他去偏远的南方做官 这个月来 太子没少做这种事 一开始很有像 渐渐的 朝臣早已不把他的这些威胁 放在眼里 哪怕是罢处了 也无法令其他大臣感觉惧怕 他们看太子的眼神 反而多了一种轻蔑 太子的另一位老师 则暗地里告诉太子 我想让老臣们忠诚 要么能力卓越 让他们心服口服 要么多杀几个人 让他们害怕 您只是民官把职 等陛下回朝 那些老臣们在上书哭诉 把职的人还是能回来的 太子爷呀 您这样是车里不讨好啊 能做金官的 谁没有几个胆子 谁又不是在风云里滚过的 他们根本就不怕你呢 这位老师和袁玉叶也算亲近 袁玉叶挺赞同这话 他也觉得太子应该杀几个言辞不尽的大臣 可是太子害怕了 他没有杀过人 他父亲当太子的时候 还跟着去了西北前线 而他从未离开过宫廷 朝神们顶撞他两句 他就要杀人 让太子觉得匪夷所思 这不是昏君吗 太子是立志做个明君的 师父们虽然如此说 太子仍是不敢 所以朝臣们继续轻蔑的 态度很傲慢 以顾炎涛为首 如果说非要杀人的话 太子只想杀了顾炎涛 但是杀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想通过礼法杀人 需要经过三思会审 而顾炎涛的势力 遍布朝中各个角落 想让他顺利通过三思会审 而被杀头 不太可能 太子也不会这么轻易尝试 即将进入秋季 黄河以北的旱灾 颗粒无收 百姓流离失所 而西北又有战事 需要钱财 朝廷的钱财都来自赋税 可旱灾不仅仅没了赋税 反而需要赈灾 今天消息传到京城 太子头都大了 而那些朝臣们 没一个能拿出好的建议 他们都冷漠闭口不谈 等着看太子的笑话 袁玉叶提了几个建议 太子觉得和他所想的差不多 而他从几个老臣的眼睛里 看到了嘲讽之意 太子就知道 袁玉叶的建议是不妥的 朝室弄得他焦头烂额 回到东宫 只想好好歇息 结果东宫又出了这事 太子烦透了 先想 算了 和皇后交什么劲呢 赢了 皇后说得不笑 还要闹得天下皆知 等父皇回来 他少不得一顿责骂 若是输了 输在一个女人手里 更是尴尬无能 可是主动求和 太子又觉得憋屈 他凭什么呀 想了一晚上 到了五更天 太子就醒了 他急匆匆地洗漱更衣 先进宫去了 快到昆宁宫的时候 太子突然想起了皇太后 小时候经常到昆宁宫来 是给皇太后请安 想到这里 太子脚步一转 往仁寿宫去了 若这件事背后的主谋 是皇太后 那么自己去找她 岂不是事半功倍呀 皇太后应该没有什么私心 她只是关心永淳公主 太子和德妃不和 不喜欢晋王 却对三公主永淳 很有好感 三公主长得就甜美 又嘴巴会说话 太子哥哥长 太子哥哥短的 谁常还弄些好吃的给太子 皇帝骂太子的时候 三公主也背后替太子说好话 既然德妃不看好原家 就如了德妃的意 又能怎样呢 原家还有其他孩子 将来再把另外的公主 许配给原家 也不着急这一时啊 想当初 父皇为了培养顾延涛 花了那么多年 故而顾延涛今天的地位 牢不可破 急不得 他培养原育业 也不能着急 不能一下子把原家捧得太高 树大招风啊 太子这样想着 就到了仁寿宫 皇太后已经起来了 她在小佛堂念经 太子就去了小佛堂 皇太后听到了脚步声 回头见识太子 笑容温和慈祥 答 太子这么早啊 来给皇祖母问啊 太子答 皇祖母 您怎么起得这样早啊 年纪大了 睡觉也不香甜 不像你们年轻人 皇太后笑的 哀家四更天不到就行了 然后她又问 太子用过早膳了吗 太子摇摇头道 还不曾 就在皇祖母这里用膳 皇太后笑道 太子倒是 皇太后也不再诵经了 默默放下手里的佛珠 由宫女搀扶着起身 往偏殿用膳去了 坐定之后 早膳还没有准备好 皇太后见太子一脸菜色 是昨晚没怎么睡的模样 就问她 太子怎么气色不好啊 孙儿忧心母后的病 太子叹了口气 皇祖母 您听说母后又犯病了吗 皇太后点点头的 嗯 前日下午犯病 把哀家也吓住了 孙儿也是晚上问了 彭太医才知道的 孙儿不放心 让李氏进宫去服侍母后 可是不知为何 母后让李氏 把孙儿宫里的其他人 都带进了宫 昨夜还没有让他们回来 太子道 是母后昨夜又发病了吗 太后却错了错眉道 她不知道这件事 晨婉啊 你去昆宁宫问问 是怎么一回事 皇太后喊了晨姑姑 晨姑姑则没有动 笑着上前几步 恭敬回禀道 太后娘娘 太子 这事不用去问 奴婢倒是听说了 皇后昨日不舒服 依旧是彭太医来瞧的 没瞧出什么 皇后就睡了一整日 太子妃和几位偏妃 两弟 歇在昆宁宫的西厢房 皇后娘娘那边的人 奔赴更换了被褥 怕是打算留太子妃几人 多住些日子 太后的眉头又轻醋起来 她看了一眼太子 这事 太子妃没跟你提一提 太后问太子 太子摇头 心里的话就脱口而出 皇祖母 母后她这是故意的 索尔的陈两弟 已经有了三个月的生育 这样居在昆宁宫 若是孩子有事 胡说 太后打断了太子的话 你母后还谋害你孩儿不成吗 皇太后的脸色很严厉 太子连忙赔礼 是孙儿是眼了 她心里却在想 这种事还少吗 皇后害过的孩子 不管出生的还是没有出生的 只怕已经有十来个吧 太后你睁着眼 闭着眼 如今还听皇后说起好话来 太子就觉得 皇太后也信不过了 皇后突然撒泼 非要太子把原氏子弟 踢出去那事 肯定就是皇太后的主谋了 太子心里很不甘心 却也无计可施 内宫的女人争斗了一辈子 他们对付不了太子 对付太子的妻妾 却是手段百出 还叫人挑不出错 太子只有服软了